這麽優衣褲以後高地不買了 家裏面那些臉不臉不穿 手是冷 我也是 整乾淨了兄弟們 當漢節也當了這麽多年 哈囉大家好 我是八九 今年中國不僅食用油翻車了 衛生棉也翻車了 還有這個什麼熱狗棒 還是你們那一根是什麽 央視不是也曝光翻車了嗎 現在連羽絨衣服也大翻車 出現了一堆中國品牌的羽絨衣裡面 混了什麼豬毛 狗毛 還有一些不明雜質 導致根本就不保暖 也不衛生 最好笑的是 昨天不是一堆粉紅在岩上在嗆UNIQLO嗎 說拒買UNIQLO 結果一名小粉紅氣炸 把UNIQLO的衣服剪開 發現愛是真材實料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畫面 這麽優衣褲以後高地不買了 家裏面那些臉不臉不穿 手是冷 優衣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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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後這也是這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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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這這這這 我它們覺得我好像是個漢節人 這條昨天還穿 這個這麽也是 哎呀是人這件也是 这件也是 这刀跟哭不是 秋库 秋库也是 整干净了兄弟们 当ham steht 当了这么多年 冒昧的 大家注意看 要記清楚裡面撕出來的羽絨是什麼樣的 一定要記清楚,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帶大家來看中國的 來這日本的,看清楚囉 成團成緬的,是吧? OK,看完這個大家可能不太懂 這個能看出什麼品質的高低嗎? 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中國品牌的羽絨衣裡面都混什麼材質 再對比一下,我請大家要記得的UNIQLO的材質是一朵一朵的 這個要記得,來,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 看看這種羽毛裡面含的有豬毛啊 這就是那種大羽片,大羽毛片 大羽毛片參長豬毛做的那種假羽絨 3000多是吧,來看看它的絨怎麼樣 滑一個 嗯,假的 羽絨絨 是的,看到了,這個也太坑人了吧 對客戶說,對客戶說 該廠家售賣的羽絨服,經相關部門檢測後 吊牌上飆著70%的羽絨服 羽絨絨子含量基本為0% 這批被曝光的羽絨服造假案 貨值超過700萬人民幣 這個廠的負責人坦承,不降低成本 一次充好,使用粉碎毛代替羽絨 他們就是往羽絨裡面參這個東西 你看,粉末一樣的 其實它裡面很多都是辣植,還有豬毛,鴨毛,雞毛 這小孩是非常有害的 小孩都羽絨服,羽絨壁裡面沒有羽絨,蚕絲壁裡面沒有蚕絲 你才知道嗎,這不是幾十年來行業公認的嗎 我做這行的話也有5年了 每一次他們拿過來的羽絨壁蚕絲壁來翻新 還有那些拿羽絨服來翻新改羽絨壁的 我跟你說 2000多買的斐熱拆出來都是垃圾絨 你相信不相信 所以說這個說不好的隔皮不認貨 我差不多10個有6個是假貨 那蚕絲也是上面包一層蚕絲 就拿拉臉口袋的一點點 抖開裡面全是花千木棉 讓我穿著炸蚕絲 行業公認的羽絨壁也是 那第一個隔裡給你充羽絨壁 後面全部是飛絲毛片垃圾絨 這個東西你又在視頻裡面說多了吧 又說你詆毀別人 大家有沒有發現 剛剛看的中國品牌的衣服裡面 不僅有雜毛、豬毛、狗毛 還有飛絲 還不是飛絨喔 這個飛絲外露會對人體肺部造成傷害 而且UNIQLO的不會有飛絨或是飛絲的出現 對不對 那這就好玩了嘛 UNIQLO創辦人前幾天接受BBC的採訪說 我們沒有使用新疆棉 結果被出征抵制 結果你們看看你們自己中國國產用的這個 是什麼良心的東西啊 很多上面標榜著什麼 70%或是90%是鴨絨或是鵝絨的 這個標籤 實際上 都是批發 買來的標籤 一個一塊錢嘛 買來之後再把它縫在製作的羽絨衣上面 那這次踢爆的 而這次踢爆的 卻是中共黨媒 央視 央視也指出這種羽絨衣服雖然便宜 但不保暖 而且它的這種低劣的填充物會造成 人類的呼吸衰竭 其中啊 業者還自己透露啊 我們實際上做的就是絲 跟絨 沒有關係 像是這件羽絨衣啊 我是在意大利買的 這是意大利的高檔羽絨衣的牌子 對吧 然後這個 非常的保暖 我是買他們設計師品牌的 就是 一個款式只有一件 當然他們也有這個 大眾款 但我買的是他們設計師的款 所以這個長跑的 只有一件 不會撞三 那時候買好像 1800欧 還是1900欧吧 換算台幣應該 將近7萬多塊 這個 非常的保暖 我穿它去意大利的山區 通往奧地利那個山上 下著小雪 那個時候才 11月初吧 非常的寒冷 但是穿上這個之後呢 確實就非常的保暖 一分錢一分貨 雖然我在台灣 沒有什麼機會穿到 但是我冬天如果出國去日本 去歐洲下雪的時候 或是 接近快下雪的時候 穿 就是非常的實用 我們就不要拿我這件這麼誇張貴了 我們就說在中國這些出問題的羽絨衣啊 價格都在多少 價格都在兩三百三四百人民幣左右 你認為這樣的價格能買到什麼好的品質 好像我說我要去歐洲旅行團啊 跟團只要1000人民幣 你不覺得很荒唐嗎 那你自己就應該知道 去參加這種團肯定會出現強迫消費 坑殺你 讓你再掏出個幾萬塊出來 不然他們做賠本生意是嗎 同樣的道理 羽絨衣 你買一件羽絨衣三四百人民幣是什麼樣的品質 那就會是什麼雜毛啊 飛絲的那種品質對吧 當然啦 剛剛我們看到的影片裡面也不罰有兩三千塊 在人民幣的羽絨衣 喔那你說這樣的羽絨衣 會不會就是價格比較高就沒這個問題呢 但是 不好意思 剛剛他 割出來的 也都還有這個問題 但這也側面證明的是什麼 中國多數人確實是消費不起 正規有品牌的 有品質的羽絨衣服 所以這種大規模的劣質羽絨衣品牌才會崛起 再加上中國這兩年消費降級 我們接著繼續帶大家來看 你看 哎呦呦呦 這麼哇 哎呦 豬毛 這是什麼 我的天啊 哇 什麼都不是 飛絲都不是吧 這個 都不是 這是什麼 這都不是鴨毛呢 這是什麼東西 別碰它了 這感覺都很髒 我想問問大家 這種 這種東西 你敢給你的孩子買嗎 羽絨服 看看什麼叫飛絲啊 這就在網上買的 這就叫飛絲 這就是大羽絨片 絞碎裡面餐雜有豬毛 就這個 就這個飛絲了 這就是網上買的 來給大家看一款這個 在實體店399買的 一款黑金長款羽絨服 拆開來看 簡直就是驚嚇 裡面亂七八糟的毛都有 什麼狗毛 雞毛 鴨毛 加一點那個棉絲 穿到身上我覺得好噁心的 白鴨絨 白鴨絨 這啥猛 你買到的羽絨服真的是羽絨啊 有檢測報告就是羽絨服啊 上面寫的白鴨絨 來給你一個小標 三毛錢一個 這個裡面是一種 來現場打假 給你們拆一個感受一下啊 來 這就是你們買到的羽絨服 這是羽絨啊 飛絲 噁心啊 是的 這種東西都是顆粒物 裡面很多粉塵 來穿著給你寶寶 去吸 我最近做了 不就20萬套鵝龍的 但是它是鵝龍嗎 它不是當飛絲 那年五零龍啊 四零龍都沒有 這個八零也都是騙人的 那個同羽絨服 這個你看 九零白鴨龍 這個哪來的 九零白鴨龍 這個都是做飛絲用的 這玩意兒我跟你說 它賣99它都能掙錢 是不是 它大賺的 它大賺 打開之後又知道哪個是在家的貨了 這個是純正飛絲 一點假都不穿的 這種東西黑心商家你看到了嗎 你自己寶寶你會穿這個衣服嗎 這個不是羽毛的 是魚梗 還有其他就亂七八糟 這種的毛 它那個氣味特別特別大 就 一股腥味的那個 在衣櫃裡面 整個衣櫃全都是這種氣味 而回到我最近一直在強調那個本質 為什麼中國的黑心食品商品 物品乃至衛生棉都這麼的低劣 原因就還是中國共產黨 抽的企業稅也好 無險一金也好 非常的重 導致企業如果要盈利的話 只能從成本去偷工減掉 你抽的這麼重的稅 你又給不起相對應的社會福利 還有企業保障 還有這個勞工權益保障 你都給不了 所以真正真正的 本質原因還是出現在中國政府身上 而且最搞笑的還是什麼呢 像是武漢這個地方啊 有一些這個機關單位要去檢查啦 當地好多賣羽絨衣的商家 全部都大關門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些影片 哎呀我的媽呀 這什麼啦 沒有配音啊是原因 放摩是不是 我天 走走走 這個我家 我耳朵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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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怎麼今天一到西洋森就發現不對勁了 好多家關門的 好冷清了 原來是茶羽絨服 OK 看完這個 你們就知道了 到底 這種 品質的衣服在中國 是 少數呢 是小粉紅說的 少數呢 還是 多數 而小粉紅平時買的衣服 買的生活用品 多數是這樣的品質呢 還是 正常民主國家 比較保障下的品質呢 總之看完這些好玩的事情來了 最近出了什麼事情 央視要自爆 國家黑料 你們知道 這個按小粉紅的說法 就是為什麼 央視要把家仇外揚 你知我知就好了嘛 不要說出來 而且這個事情已經存在了這麼多年 央視為什麼要突然爆 爆了各地政府才要查 其實各地政府都是知道這件事情的 是他們默許的 但你中央一爆 我就必須得做樣子要查 那是什麼原因 讓央視要這樣自爆家仇呢 根據中共公安 對一些維權者 或是上訪者的角度 這就是妥妥的央視 給境外勢力滴刀子 是需要下加影片的 央視自己還要拍影片 道歉說 沒有啦我造謠啦 我給國家沒黑了 是吧 最近 中共 高層 今天出了大事 中共軍委政治工作部上將主任 福建幫 習近平派系的苗華倒台 中共國防部發言人出來證實了這件事情 說他違法亂計 被 停止處分 中央軍委委員 軍委政治工作部 上將主任苗華 涉嫌 嚴重違紀 經黨中央研究 決定對苗華 停止檢查 這個消息 早在11月初啊 海外人士就已經在推特上 傳開了 沒想到 證實為真 而新任中國國防部長董軍 也因為與苗華的關係 目前正在被調查中 像2023年上任火箭軍司令的前解放軍 海軍 副司令 王后斌 他也遭到了中共中紀委調查 因為他們都與苗華有深厚的關係 而基本上這都是習近平派系的人 而火箭軍司令呢 不只新任的也被查 前幾任的也被查 而苗華正好是習近平出訪 G20南美洲峰會的時候 定案的 習近平回國之後發現 改不了事實 而他又在跟各國領導開這個峰會 他也沒心思去處理 這個派系鬥爭的問題 目前中國的中央軍委 基本上是處於混亂的狀態 習近平這三任以來 清洗 革職或是 踢出權力中心的 非常多非常多的這個 將官校官一共六百多人 尤其是在近幾年 甚至 連自己的親信派系也紛紛倒台了 那現在網傳是說什麼呢 軍委副主席張又俠 獲得了對習近平不滿意的 軍系大佬們的支持 還有一些中共中央政治元老們的支持 正在一步步的把習近平 在槍桿子的權力上架空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就是 軍系大佬 都不想打台灣 因為打台灣會讓共產黨的神話地位受到威脅 因為你打台灣 你真的只能贏啊 你不能輸 你也不能脫 你脫了越久也代表你輸了 因為跟你之前宣傳的 神話是破滅的 但習近平認為 肯定可以在自己三連任期間內 打台灣 拿下台灣 那當然這些元老跟高層 將領他們自己知道 實力在哪 沒有渡海數戰數決拿下的本事 但習近平又非常的想打台灣 而解放軍軍隊貪污腐敗也是一個事實 所以習近平從2023年開始發現了 前火箭軍政府司令貪污腐敗的消息之後 迅速解決了他們倆 你看 現在新任的火箭軍又被調查了 火箭軍是打台灣的王牌 除了這個海軍以外 那就是他 而最後最後查到哪去了 當時時任的國防部長 還有前任的國防部長 而現任的國防部長 又在被查 嚴打那些貪污腐敗只想搞錢 不想專心打台灣的那些官員身上 所以習近平換了自己的人馬 來接手這些位置 對吧 這些習近平的人馬 接手之後也發現 確實 解放軍實際上 打不了台灣 我只要不打 就可以一直虎住台灣 日本美國 但我只要開打了 我就虎不住了 我就是一個紙老虎 那我不如不打 我搞錢不就實戰 打了 肯定是打輸 那打輸了我要被習近平責怪 我要被拔關 被打到最慘 搞不好我還要被送去國際法庭審判 習近平會把我們推出去背鍋 所以我乾脆就同流合污 與那些之前習近平看不滿的人一起貪污 而習近平可能就是發現了 為什麼連我自己的親信也這樣 敢受到背叛 所以下令把他們也開了 而海外反共人士 與牆內的反習人士 藉由這個去打 資訊戰 把矛頭指向 噢這是軍委副主席張宥霞逼宮啦 他在奪權啦 想透過輿論 來讓習近平與張宥霞產生出嫌棄 最後誰真的怕了誰 誰真的跟誰擠了 誰就會先動手 如果張宥霞真怕了 他就先動手 讓習近平倒 那對中共元老們都是非常開心的事情 如果習近平先忍不住 打垮張宥霞 那中共元老也會非常開心 因為你習近平砍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而這都是我們造的輿論帶起來的效果 那當然 兩個人如果 僵持不下 打不贏 焦灼下去 只要有互相猜忌 怎麼樣 這些中共元老他們都贏 這種反監計啊 在中國歷朝歷代以來都是蠻常使用的 包含現在 當然實際情況到底是哪一種 我們 只能從中共這幾個月的局勢 來慢慢猜測 但只要記住啊 我們大家的初心都是反共的就好 沒有誰的反共是比較高級 誰的反共又是低級的 不要再割裂彼此了 好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們封鎖 我是八條下次見啦 掰